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啊今天做的这支笔那个也是观众反馈的 因为国产笔的话基本上都是观众反馈说想做 因为平常的话我自己现在也不怎么买笔了 基本上就是你们想看我就如果ok的我就去买 那炒作成分太多的或者不是食用需求的 我基本上就不做了感觉没什么意义那个东西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支笔吧 英雄101非常大的盒子不知道笔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那我就把包装这里给那个放一下分就给大家看一看 大概就这样子上面一个花纹 然后这个配色我印象中好像是那个什么啊 比加索的那个配色吧 然后比加索的配色再配上英雄的这个风格 好像是这样子一个盒子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盒子的一个包装吧 那非常大一个盒子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大的 那盒子出来我取这 首先这里这样子这个 不是很直很平那做盒子这个盒子怎么讲呢 嗯 不是很够细节 然后这个应该是化学金的那个就是 类似于化学金的那个 类似贴金宝的那样子一个工艺 但是这个应该是化学金 他肯定不会用那个真金箔了 因为这个真金箔也不是这样子一个金色 然后下来的话 这个笔的话 就是这个花纹不知道想表达什么了 就是这里是一个 呃 英雄的一个logo 然后这里就这样子 呃 应该是现成的吧 然后一个打开 盒子上摸起来有点像是木盒 然后外面在包皮这样子的一个材料 然后里面这样子一个应该是那个 那个什么说啊 暂且叫他一个金箔的一个配合配色吧 好吧 然后呢下来就是笔引路也年 然后还送了一个小牌子这样子 嗯再下来把这个笔给拿出来一下 然后这些的合格正什么的 呃 应该作用不是很大了 那这些都好 先放一边 好盒子已经被我放一边了 我们引路也年直接看笔吧 那这个直接这样子给他打开吧 粗暴一点吧 这个英雄101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了 盒子上面花了倒是不少成本了 好那个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根笔的一个 先先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大小吧 好吧 笔的一个大小的话就 拿一下笔好 笔的一个大小呢 能看到就是一个 这个那大小来讲非常现场笔的一个大小尺寸 那尺寸上来讲的话 嗯不大不小 应该是88g稍微细一点这样子的一个尺寸啊 按间笔按间笔的话那就没办法对比比尖了 好那笔尖上大概就笔笔形上大概就是这样子 呃 因为可以讲的其实不多这只笔 因为就很正常的一个 嗯呃 那如果真的要对比一下就是还是要对比一下他的一个明亮度 那还是一样 他这只的明亮度你看跟146就不上上下了 你看就差不多了两只 稍微还比146那个再锐利一点 但我这只好像没有抛光了 放了也挺久了 好那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来 看一下这只笔先吧 笔的话从侧面去看吧 第一个引路眼帘是这个笔夹 我一开始就想到是88g的那个笔夹 然后上面这个点吧 有点像万宝龙的一个小白花那种感觉 但是后面又他我觉得是太尖了 后面这个地方应该稍微远一点 跟这边有一个平衡会好点 那还是一样就是这个是美感设计的一个问题 你觉得这个好看他就好看不好看 他就不好看这样子 呃 笔的中间那101应该有英雄啊 果然是有一个英雄的一个 这个在这这这边 那我给大家给那个 那能看到他是一个反光的 上面没有任何交责 他就是一个反光的这样子一个 呃 处理啊那这个笔环上面来讲 还是有点小特别的 好这个打开以后非常不错 插把帽听一下这个声音 还ok这个做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只笔的话会比想象中的重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重量先 好那应该二十多 啊三十多了 三十八点九的这样子一个重量 那因为刚为什么现在才想起哪重要 刚刚第一个忘了 然后现在一拿上手这支笔挺重的 说实话 二十八管比较比较重的这样子一支笔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支笔的一个尺寸先 来 尺寸上的话 我觉得是 看一下 可以 一百四十五左右的一个尺寸 一百四十五 然后再下来看一下这个 好一百三十一左右的一个长度 那反正就是也是正常的就 不是很特殊的一个长度 反而笔握我挺想量一下他这个笔握的长度 我去到三十三呢 那这个呢 拿的高一点的话 哎 笔握倒是我喜欢的一个尺寸呢 十一点六 那 笔最满意的应该是笔握的这个粗细度 而且笔非常长 然后再下来呢 就握起来整根笔的握杆 我个人握笔是非常现代的 所以我握的都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平常一四六和八百钢笔 我要往前握的时候 对于我自己书写 其实我我个人觉得不是很舒适 因为我平常也是用现代笔为主 钢笔它不是我主力的一个书写工具 它更多更多的是比如说做一些比如怎么讲 它跟实用性无关 那基本上可能我就抄点东西 写点东西 但是它是跟我平常上课学习的话是没有关系的 平常上课学习我不会用钢笔 然后呢 再下来这个笔的话就是笔握特别的重 就是第一个感觉 那很多人喜欢前重新的那可能还是应该对这支笔还是挺感兴趣的 然后这个还是一个铝制的一个吸摸器 嗯也是我不喜欢的那种 反正就直白一点嘛 嗯再下来呢就是笔尖上来讲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笔尖 笔尖的话按尖笔 反正有点像拉米那种呢 就是不终于不是100的那种按尖了 也算是拉米那一类的一个就是相对来讲呃大一点的按尖 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这种按尖 嗯笔尖的话非常好像一条吸管 然后伸出来一样的这样这样子一种感觉 但是有没有看到笔尖前端那个地方 不知道是那这里人看到笔尖前面的那个有点凹的一个阴影了 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是笔本身的问题还是说我拍的 你看这里有点凹的能不能看能不能看清看一下那个光位的反观 你看有一点弯弯弯出来的这样子一个感觉 不知道书写是怎么样了 今天前面拍的两只都已经是歪掉了 希望这只就不要了 呃这只那中缝笔尖上面看起来还是挺正的 我们回来看一下这只 这一只好像也是不知道是正还是什么 因为前面它不是尖的那分辨不出来 反而比较担心的是前面笔尖的那个地方 伊犁后面你看现在我我挪一下 你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凹有没有看到一个凹的地方 就凹的一个阴影 那反正就然后这里的话就是也是正常前面有点斜的一个打磨方式 反正都是没什么变化 反而凹的地方你看我现在指甲指的这个地方 我指甲这边指我给你们进来看见 你看有没有凹的一个地方 就在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 是它工艺还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了 但这个不拿分达镜其实看不出来说实话 好我们先来上一下这个墨 然后看一下这个笔怎么样 OK然后看一下有没有那个 有OK可以 好那赶紧先书写一下 好书写完以后吧 那上面这个拨牌 麻烦自己大家自行去对比一下出戏 那出戏的话能看到就出戏是差不多的 那听一下这个声音 那还是一样很合树的一个书写感受 其实两支是差不多的 反而这支笔的话感觉是比较容易出风的感觉 你看就感觉是非常容易出风的一支笔 那就看你们喜不喜欢的比比较好印象 就真的是你一下上来写好像你稍微有点轻重 它就比较容易出风了 比肩上来讲的一个数字的话还是OK的 然后笔杆的话就是见能见之的 笔杆上面你觉得好不好的话 反而按肩比个人我个人不是特别好按肩的 但是这一次按肩的话 我没太懂是为前面这个凹黄是做什么的 是方便拆还是怎么样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那笔尖的书写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比较值得去夸奖的 可能是这支笔的一个侧面的一个设计 侧面笔杆的一个设计 就是我觉得它取材取得非常好 因为它这里看你是方的 但88G的话它前面我记得是圆的 那从侧面去看的时候 整根笔杆的话就是觉得很有一个怎么讲的 很有就是新的一个设计感 有点比较像英雄这样子一个感觉 这个笔杆 然后前面方的情况下 然后从侧面看它是弧的 又圆又方 反正这个最喜欢 我真的要选最喜欢这个笔杆 因为笔尖上来讲对我个人来讲的一个需求 其实都能满足了我手上的笔 反而现在更多就看它这个感 看它上面的一个细节 好那这支笔评测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有什么我漏奖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